加上中国大陆以及新兴市场的车市需求增加 轮胎需求年成长上看15% 振兴建大后市可期 等下收看再会 欢迎再来收看直筹高峰会 今天在发送的时候小姐问我 你现在讲股票还是讲期货 我刚才讲个股企 股票的期货 各位看一下联发科期货 昨天赚11% 昨天买赚11% 今天买赚20% 一共33%出场 所以这叫联发科 联发科我们是 昨天为什么去买 今天为什么去加盟 因为是买在恐惧 大家在恐惧的时候去买 各位可以看另外一档个股价 3034的联傧 外资不是调降目标价 结果调降那天 在这里 结果没什么跌 连涨三天 连涨三天 今天的联发科呢 我联发科好久没有去动了 昨天忽然大跌我就开始买 今天也是买出场 因为外资它还是指数的地方 站在空方 你也很怕这种全子股被杀下来 有赚就好了 那么我想这个陈宏 郁金光联发科 我们做的就是这些高价股 用个股期做替代 那如果说相对位置来讲的话 假如说一档个股280 可以做到350 那么这280做到350的话 这个股期可以赚2倍 但你做个股来讲 280毕竟还是高价 过去1300的宏大店你怎么去处理 我说你的TPK为什么买在600 500 400 300 那么你的宏大店为什么买在1200 1000块 800 700 600一路买 你的方向是错误了 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在掺着一个方向的时候 那个不这样指 这叫趋势不叫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TPK TPK 每天讲TPK 我今天只是告诉你 TPK以目前来讲 它是一个续涨中继 所以它还是要涨 对不对 我们的个股期来讲是66% 那么个股来讲 8.6% 请double take进来 个股是8.6% 个股期是66% 只筹为续涨中继 TPK二月期图示 就是这张是TPK二月期 今天买卖张数是1044口 将来会比较大 因为现在连法人都没什么在做 因为你要懂一个商品 14年前我在做期货 做选择权 做权证的时候 也没觉得再做 后来通通在讲 那郁金光 每天有每天的不同报道 郁金光这个是13% 对不对 89到101是13% 那郁金光期是100% 五口保证金11.57万 就是赚11.57万 指筹为续涨中继 指筹高峰会所设定的 这个郁金光 他还在续涨中继 所以3406你可以看 他还在续涨中继 所以我们买在底部区 我们买进之后 就是续报 你可以看一下3673的TPK 稍微回落一下 涨上去回落一下 还会再涨 涨上去回落一下 还会再涨 为什么 因为是指筹续涨中继 只要郁金光 那么陈宏个股的图示 我昨天讲 你买在600 是因为你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这个地方指筹是翻空的 我不是很简单吗 像这种东西 我的技术分析的功力 技术指标功力 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只要一个东西告诉我 我不要什么三线翻多 六线翻多 我都不需要 我只要一个东西 去辅助大家眼睛来看 就很清楚了 好 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 我没有放空 我都是抢短抢短 每一次都跑得很快 每一次都赚钱 那我讲这个地方 大家全国的观众 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个叫做陈宏 那陈宏你这个地方 是让你做什么动作 这个地方 你看紫色系的话 是个股旗让你做多 蓝色系是个股旗让你放空 所以我说这个 说购不贵 对吧 千金比方但是说购不贵 但是我用一种逻辑的转换 告诉你 这地方个股旗 个股旗 所以人家问我 你现在讲股票还是讲期货 两个加起来的是什么 叫个股旗 讲陈宏要政界分析师的执照 讲陈宏的个股旗 要有期货分析师的执照 所以这就是个股旗整个完整的内涵 你如果说个股旗来说 这边完全做到的 真的讲现在市场的努力 因为大家就没了解 大家又贪多钱 但是你们没有去听我的话 把这买这六百五百四百三百的买了 以后赔了大钱 那当然市场就变得很冷 所以我们是要来 像中共前总理叫温家宝 但是家宝是一家保暖的意思 所以请名字家宝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各位可以看我的名字叫真国粮 是增加国家粮食 来帮大家赚钱 所以温家宝 真国粮 增加国家粮食 都是很好的 寓意深重 我是帮大家探钱 但是我嘴巴不敢说 有的导演打电话来 说要怎么讲怎么讲 比较深重 我就很可惜 我的有技术功力 但是没什么口才 那可以看就是说 这个地方个股期的部分 一定是对的 一定是做对的 但这个地方个股期来讲的话 一半对而已 为什么 你个股期埋在高点会被修正 你空在低点会被拉 所以这地方全部是做多没有错 可是你要技术功力 像这个一样对不对 个股期你不能空在这个低点 你不能空在这个铁板区 不能空在铁板区 所以我讲就是说 个股期的指示成分来讲的话 我在解盘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我只单一用一种的逻辑表示 个股期的进场点出场点很单纯 看联发科 这张昨天讲联发科 407开盘389收盘 昨天买在394 今天呢 390再加码买一张 400全部出场 这个394的赚11% 390的赚20% 以保证金来算20% 所以呢 是33%出场 有没有 现股是2.5% 对不对 请double take进来 这个太花了 2.5%是现股 但期货来讲的话 个股期是20% 五口的保证金 50.7万 可以赚10万 一口10万 可以赚2万 外资减码 反弹架构 所以我会出 外资减码 反弹架构 所以我会出 所以现在的行情 为什么那么难做 因为大家讲的 都是奇奇怪怪的股票 大家不是认同 大家认同的股票 他手的股票 不会做 那就是呢 市场冷淡的时候 所以你看奇奇怪的股票 在涨的时候 你连心 连动 都不想再动 因为我们都是成熟的个性 那你说 TPK有谁有办法做 联发科 有谁有办法做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这联发科 也要做 问题是我已经很久 没做联发科了 对不对 好不容易 他下杀 那就是买在恐惧 买在恐惧 连两天买 除掉 所以我讲 买联发科 2月起买390 个股也买390 那个股也买390 我不是举例给你听 个股来讲 只有赚几% 个股 个股 个股期可以赚到20% 个股只有赚多少 2.5% 請double take 进来一点 这是2.5% 所以我在讲的架构 或者说联发科期2月份390 这个20%嘛 粗 对不对 那么 个股加个股期来讲 无论你买联发科 买联发科 2月起来讲 这要捏股不走比 人家说股跟股有什么不一樣 股 股笑股不败 股笑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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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就是个股跟个股期 捏股不走比 股跟股 说股一样 但是你说买个股期是买联发科 你买台子期 你看看 这个股期占20% 这个台子期只赚5% 这就是粗股有走比 你 你为什么不要把台子期的钱 拿来做个股期 对不对 所以粗股不走比 就是买个股 买联发科期 买联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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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联发科期 这就是粗股不走比 你去推 买郁金光期 买郁金光 买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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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晨宏期 这是粗股不走比的方法 你不要说个股期 台子期 一起做 这有时候是同向 的几率只有30% 不同向几率有70% 所以粗股又有走比 本来的 这粗股有贪钱 比刷了钱 所以粗股不买 比粗股 逃低低 都不要 我们将来推动的就是个股期 个股期 我们来看 个股期 个股期就是说 我现在普通会员 也有个股期 我让你到3月 到3月以后 我分家 所以你现在有期货 有个股的部分 我普通会员 我都会有 所以期货加股票 二合一 省一半得更多 今天的传告写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五峰唐脸 是我老会员的股票 所以我一向是 讲话算话 我们只有四档个股 陈宏 联发科 买金又卖出的 对不对 陈宏 郁金光 利丰 跟橘子 我们只有四档个股 这两档是老会员的股票 继续盯的股票 所以我们讲 我传言稿上面有的股票 就有 我传言稿没写的 绝对没有 我没有说 我买一大堆股票 传言稿不写 所以我就 再上这个 亚洲头裤 这个新的节目 我在此股四档 那这另外两档的 五峰跟唐年 这是我们长线操作的个股 这是老会员 那么新会员 想操作也可以 那立峰 橘子 还有 郁金光 陈宏 那么我们要达到 这样的目标来讲 就是要赚钱 马上能够走 比当冲还便宜 你看二十五八联罚科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趋势现行 对不对 二十五四联罚科 买在开盘价 没多久开 尾盘是拉起来 它没有被杀的问题 因为你当冲来讲的话 其实事实上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就是说 买了以后 你现在买方 先买后卖 你将来变成卖方 自己砍自己 所以呢做当冲 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赚到钱 所以你的重点 要挪到什么 个股的期货 来 个股期货 这是台湾最流行的 将来的流行 而我曾老师就是领先流行 所以今天的 怎样问我 你做个股 还是做个股期 我做的叫做个股期 就是一种领先的流行 所以我讲过 开放几个名额 我们一般的会员 我都有个股期在里面 不用花很多的钱 但是到三月以后 我们一定会强制分 到现在你可以省一半得更多 你可以省一半得更多 所以我们在解这个盘的时候 我每天写的传承稿 我的股票就是这几档 就只有四档 那么其他的该出也出了 那期权分析呢 台子期以及期权 外资空单1.3万口 政府欲做红盘收市 多空两箱对决 两箱冲淡 抢架无益 先以个股期 及个股为主 有股仅 有股仅才做有股仅 你不用贬疲 所以说 不要抓骨招臂 抓骨不招臂 齐甲骨二合一 只有十个名额 欢迎各位掌握 我们今天的工商服务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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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投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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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爸爸爱你哦 妈妈这间汽车很好哦 因为有你照顾我啊 金生生之王 帮您加油打气 养生之道 只有金生之道 越南东家杨若如 三杨开泰礼盒 免冷冻免冷藏 原价六七折 特价一组一千九百八十元 来电订购27261031 金生生之王 养生之道 只有金生之道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股家企 我做的是股票加期货 股票要有政界分析师的牌 期货要有期货分析师的牌 两个肯败在一起 而发挥一个专业 让大家来赚钱 所有的名字叫曾国良 增加国家粮食 温家宝就是一家能够保 叫温家宝 一家能够温保 以前温家宝也是很穷的 所以他当了中共国务院总理之后 真的是蠻认真的 像我的心境也是一样 要帮大家赚钱 我们来看一下联发科 我告诉你走正途 走康庄大大走正途 做的就是什么 陈宏玉京方联发科 你即使你有些标股 天天在标涨停板的 那些公司才把大家购买 标几次涨停板也没有用 大宇之有没有 他不是天天标涨停吗 这你敢买 叫你买你也不敢买 这都是赔钱的公司 他有什么样的效益 不知道 就已经涨了 从十五块涨到三十几块 标一倍上去了 这个你眼睛看了 也没去闹到 你根本就心不大 但是你如果做联发科 大家要做 大家手掌也联发科 所以我今天做的跟同样 你的TPK 为什么是要六百五百四百三百 这就是技术不精良 技术没有精良 不但不能增加国家粮食 变增国粮 是要减国粮 所以我想从三年前 我在2012年做TPK开始起算 三百多块 对不对 这三二头 请Double Take in 这三二头 三二头做到六朝如梦鸟空蹄 做到六二头 六二头 我说你要走 因为六二 六朝如梦鸟空蹄 三做到六 六你不走还不行 这四而已 对不对 还会长六朝如梦鸟空蹄 六有没有出 所以说人家说六朝如梦鸟空蹄 讲出的话一定要算话 六字头一定要出 讲话一定要算话 出了之后你看 六百二十几出 六百零五这铁定出 对不对 一路荡下来 这一路荡下来 这是用桌线来看 这一个摆长的长的长的 那你说像个谷起来讲话 这不是转翻天吗 每一次的大跌都是你转翻的时机 不是吗 每一次的大跌都是你转翻的时机 对不对 所以我用这条线指标来看 这个地方就是全面走空 全面走空 全面走空 这个地方就是你要转翻天的时候 像这个从底部进场 这是做多个谷起 做多个谷 就是鸟骨不不照比 到了六朝如梦鸟空蹄 六十几你要走 走我有叫走 六百零六出千 以周限六百零五块 也要出千 这东西就是个谷起会赚最多 你如果知道个谷起的闭关 你就温顿起来自己贪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我分析输 我要增加国家粮食 我不能自己赚 我让你赚 要不然我要躲起来自己赚 还不容易吗 所以我们世间就是帮人贪钱 增加国家粮食 说实在 我不是为了你们 要帮你们贪钱 增加国家粮食 我给你粮食吃也吃不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要帮人家赚钱 就要找对的方法 该做多做多该做空 不要客气 就是个谷起 你以前去融券放空 你600几块融券放空 乘洪你要抹到民国几年 对不对 现在是多空的条件 都比融资融券还要好 13.5%而已 所以你要做什么 做个谷起 做个谷起是最完美的搭配 所以你没有级月分析 你不能说个谷起里面的起 你只能讲个谷 差很多 所以我现在两边我们都可以做 那基本上 我这一张永远要告诉大家的 你的方法论只要错误就是破产 你的方法论对就是增加国家粮食 叫增国粮 增加国家粮食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能够 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这一张 你为什么买在600 500 400 300 因为你看到的是很高的价钱 而这很高的价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因为它本身就是已经在翻转了 有没有 用时间以盘代跌 跌了以后以空转跌 以空转跌 这空头 但是现在转到这里 不 这个 转到这里来 这个已经开始再转多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只是找 拉回找买点而已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地方已经标两段上去 拉回找买点而已 那我在讲就是TPK 像这个联发科 郁金光 大力光 都有个股期 这些都有个股期 我有什么没有 个股期来 一千 500档股票只有270档有个股期 但也不是每一个都很好 你可以看 微星昨天上去今天是开高走低 对不对 9938的 这个叫做百合 他是买在低点的 这个个股期是拉掌停板的 所以他个股期 一个波段下来 你要做空 一个波段上去你要做多 在这里来讲 我们从个股期的样态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 什么才是标股 那你不是要掌握一个脉动吗 掌握一个标股的脉动 这270档个股期的脉动 几乎都是台股 1500档里面的精华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精华 那这个陈宏这一张 我昨天讲很多 但是为什么要讲很多 每一个人有陈宏的 有宏达电的 每一个心都是很痛 为什么 从高点下来 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帮大家赚钱 把这个钱赚好 无论是多无论是空 你要记住 他叫做宏达电 他叫做陈宏 他叫联发科 你都赚到钱 因为什么多空都可以做 所以我们不用陈宏 继续 不需要继续 一定要做多才要做 做空才要做 不需要这样的 所以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就是联发科 又不会走比的 对吧 你对联发科有兴趣的 你用个股期去增加联发科的 买盘量嘛 你本来联发科 买10厘 你说他要买到20厘 你用在买五口 个股期不是一样的替代吗 这就是联股不走比的方法 联股不走比的方法 那你就说以前 你就是说 个股做多 那怕大盘会大跌 台子期去放空 哪知道个股期大跌 那么台子期大涨 那是怎么样 判断错误 判断错误 所以我们讲联股不走比 联股不走比 就个股各股期 避其功于余裔 荣于一卢 国父公的 孙中山讲的 对不对 避其功于余裔 荣于一卢 你就不会这样子 每天就是 毗勒亚先 做错行情毗勒亚先 所以你这个地方 你既然是一个空方 做空TPK 当然是做空个股期 陈宏的个股期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这个地方空陈宏 空陈宏 各股期 来到底部期 我当然是买陈宏 买陈宏 各股期吧 所以现在大家不用说 想说 你过去买五百多块 这要怎么做替代 这怎么做 这方法论我都跟你说 所以每个人 你就是要了解 菇到比的差别 贝菇不要招比 各股期 各股 荣于一卢 我讲话就讲得很简单 我也不用跟你讲 一大堆股票 我股票也就是 大家都很容易认同的 这陈宏 对不对 陈宏买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 联发科 这是做短线的 郁金光 武峰 唐莲 利峰 橘子 股票 清清楚楚 让你知道无所谓 问题是 各股期怎么下去 的问题 最严重 我在 二十几年前 写了一本书在 期货市场的技术分析 当时 我早就把那个破浪理论 丢到垃圾桶去了 所以呢 不要去看那种东西 有害身心 好 这种东西 其实 各股各股期的东西 就很简单 沽得比 跟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一样 沽得比 跟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一样 对不对 没有什么 要分成什么 12345 ABC 我告诉你 书写完 我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去了 我看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 我要能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所以破浪理论来讲 我要怎么破 你看嘛 日线图是怎么样 周线图是不是会改变 日线图是这样绵绵密密的叠 但是周线图来讲 是一根一根 三根就叠完了 你看嘛 三根就叠完了 那你 我问你嘛 那这日线图来讲 他没没密密 哪有什么叫破浪理论 个股不能做破浪理论 全世界的破浪理论 已经是 看图说故事的事 他不见了就是 你如果说用套大逻辑 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是发大财的 为什么今天大家还要来叫 对吧 我说话很贪败 我就是要增加国家粮食 所以我名字叫曾国粮 所以我名字叫曾国粮 我不要让大家再去误解说 其他的什么奇奇怪的理论 那其实都是骗人的 所以重点就是 我所研发的这种东西 不卖的啦 参佐 你是我会员 你给你参佐 我不卖的 那明天要做什么 明天要做什么样的个股 来赚大钱 欢迎各位多多的掌握 也掌握一下 齐加股二合一 只有十二名 省一半得更多 一加一的效果大于 不只是二 今天节目到 遇到大家明天大赚钱 谢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慎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别人爱心 不敌不敌 你愿意带来 不敌 你愿意带来 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 两岁以下儿童 避免观看萤幕 大于两岁儿童 每日不超过一到两小时 增加户外活动 亲子共同预防近视 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台积电创办人的雄心 我会再创奇迹 屡屡再创巅峰 亚洲投顾27年的服务精神 掌握市场经济脉动 结合国际财经趋势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顾 27年来一直秉持 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台积电创办人的雄心 我会再创奇迹 屡屡再创巅峰 亚洲投顾 27年的服务精神 掌握市场经济脉动 结合国际财经趋势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鱼人逆水不慌张 救腻五步心中放 叫叫声抛滑 叫大声呼救 叫拨打119等求救电话 生利用延伸物 例如竹竿树枝等救援 抛 抛送飘服务 例如球 绳 平等 滑 利用大型扶具滑过去 例如船 救生圈 不墓 宝丽龙等 救腻五步 叫叫声抛滑 教育部关心灵 奇怪 都没有要吃 我都没有要洗 看来 它洗不洗不完 鸡就像在放水了 够壮够了 还要哭 你还要洗 我还在看呢 你还用不乱